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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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萌萌 抱刀要研磨 一直是初學者很難做到好的一件事情 感覺老師磨的是一個面 你卻有無限的面 那我上個禮拜去出去外面繞繞 看到有一個不錯的東西來跟各位分享 它就可以讓你很容易的跨過這個坎 來囉 就是粗紅的K2的爆刀炎氣 還有我們打開給你看看 它有兩個主體 第一個呢 它的這個注目器的一個本體 那第二個是它有附一個這樣的詞 那這個詞有一個點我覺得做得很好 是量養腳不是量銳腳 怎麼說 我先把爆刀給推起來 爆刀 那如果爆刀不知道怎麼推 可以去看影片 怎麼去判斷說 這個角度有多大 它這裡有幾度幾度 它不是按照刃口進來 它是這樣靠著 所以我這樣看 OK 就是這個角度喔 26.5度 所以它不會傷到刃口 我覺得這個 這個想法很好 重點就是 它裡面有說明書啊 這裡有說明書 很明顯我還沒打開看了 就以我直覺的了解 好嗎 好 好 那再來 要看一下這個爆刀有多寬 我這樣量起來它是65 寬度65 那這裡有一個 可以調整 爆刀的寬度 那我就把它調到65 所以它都是可以直接設定的 第二個 爆刀的長度 因為有的爆刀是新的 有的爆刀是舊的 每個品牌 長短也不太一樣 所以它這個量的話 一樣都是靠著屁股喔 你不要傷到你的認口 我這樣量它是105 那我把長度呢 就調到105 一般的日式的不好 不好磨 原因是 原本我有了解過那種 另外一個品牌 它是主要是磨西式的 它是等厚 然後等寬 那日式的卻不是 所以在 夾齒的時候 卻蠻困擾的 那這個夾齒的只有單點 我這樣放進去 把它給鎖起來 那再來就是 它原本設定的爆刀呢 它就是24度到28度中間 所以基本上 它都告訴你一個爆刀 正確要磨的角度 你比較不會磨得太鈍角 或者太銳角 我覺得這一點的設計 還不錯 那再來就是 它這裡有個滾輪 滾輪的前後勒 就是可以讓你選擇這個角度 這是它第三個部分 最後一個地方呢 我覺得就是比較厲害的 就是它後面有個旋鈕 就是它可以讓你 調整要磨第二刃角 那它的第二刃角 可以調到多緊急 就是基本上你轉了三圈 將近三圈才調不到一度 所以我覺得在磨第二刃角 是這一支的優點 是你隨意可以調的 那現在我要講一下說 像這個它是靠一個單軸 怎麼說是靠著單軸會比較好 因為原本我之前有嘗試過 它後面是一個一直線的 那兩個一直線的是 刀鋒跟這個輪軸 它要調到前後完全平行 連我都覺得不容易 那再來就是它這個是單軸 所以就變成它的支點呢 其實有點像三隻腳 所以它靠起來呢 就比較容易平整 那再來 有時候報道我們想要磨 兩側可能要低一點 要做細爆 爆起來比較不會有掛稿 所以這個基本上 有點可以像壓車的方式 可以把圍圍左右兩側呢 稍微磨掉 好 那再來就是它這個輪軸是 塑膠的還蠻順的 所以它不是金屬 也比較不會去磨到你的磨刀石 好 那簡單講就是我這樣靠著的時候 但坦白說 我只是分享 那這有一個點就是說 像我這樣磨頂多是過半 因為它的輪軸畢竟是在這裡 所以你磨一磨了之後呢 只有磨到一側嘛 那你是不是可以 翻一下你的磨刀石 好 那你也可以兩隻手或一隻手 我倒覺得很容易上手啊 那另外一個 我這樣磨一磨了之後呢 我想要磨正面的時候 基本上它也不太會磨乾面啦 也不至於說會擋住你的乾面 然後反覆磨 很快速的 它就有磨 初步的部分已經好了 那來講一個 就是因為大家都知道說 我很喜歡磨刀的時候 先去車一下 那遇到有些同學 它為了要車的面呢 比較穩固 所以它不小心靠的面會越來越大 就車道有一點過血 那現在有輪子的幫助 它只有靠這個輪子的點 跟韌口的點 基本上你車過頭了 也沒有影響 你現在就是 你要調幾度 你車道過肩 你想把角度調回來 其實是相當容易的 OK 那現在我已經把 初步的 一千號的磨石已經磨好了 那現在來到六千 所以基本上你只有磨到前端 就很快速 又很輕鬆 好看起來還行 那我現在磨最後一號 基本上只要你一開始設定是正確的 我覺得那個角度基本上都不太會有什麼問題 好現在我這個包刀呢 這樣磨到一個初步這樣 你會發現它的斜面是很平穩的 那我現在要磨第二刃腳 那來看第二刃腳的部分 假設以我們以90來看 90這邊對到的是27 我這樣轉的時候 這個輪子就會往前 往前的時候呢 這個就會抬高 就會讓你有第二刃腳 那第二刃腳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要讓你的角度變大 然後它就比較 抗擊打能力比較強 比較不會那麼快頓 意思就是比較動來這樣 那好我現在開始轉了 以這裡27度對準 基本上我這樣轉 你會發現它的角度是很慢的 我把它調到27到28 我們來試看看 它這個磨的第二刃腳 所以我覺得這個算是第二刃腳 磨起來是很好控制的一點 所以算短短的這一米尼 你會發現說它有兩個刃腳 前端 這樣看得出來 有兩個刃腳 那這個部分呢 它就已經 已經磨好了 哈囉 那剛剛有試過用 爆刀的鑄磨器 那那個的缺點是什麼 就是只能單純 單一模 爆刀 那假設找到怎麼辦 這邊也替你想好了 這裡就有一個 這裡是日本的 那很抱歉 它上面寫的名字 沒有一個自我看得懂 那沒關係 重點是我們是 實用性的木工 那這個的優點是什麼 就是第一個 看起來沒有那麼貴 第二個 它可以磨爆刀 又可以磨鑄刀 那再來就是 它的這個 爆刀的 甲齒跟鑄刀的甲齒的軸心呢 可以比剛剛那個更近 那更近的點就是 它在磨刀石上面 可以磨的距離呢 就又更長 好 那現在呢 我們來試著調整看看 它在上面的地方呢 這邊 第一層這裡 可以夾持爆刀 上面這裡 所以一樣是可以靠著 那第二個 它在第二層這裡 可以夾持招刀 那我們來看看招刀的角度怎麼調 因為我也很少使用這樣的 鑄刀的鑄刀器啊 好 我們來調整看看 好 這樣的角度看起來還不錯 現在我們來磨看看喔 基本上你貼著磨 就可以了 那因為我們也沒有磨到太大的面 基本上你磨到 略略有捲刃即可 好 那我們來稍微 碰一下鑄面 好 我們換換號數 那我這一隻招刀呢 是土牛 說錯 是土人的 也是一般 你去 裝潢店買的 這個 招刀 單價應該也是 三四百塊而已 我用這個來試喔 我現在換 換細的 我就初中細 三個號數 那這個 它的滾輪呢 跟剛剛那個不太一樣 這個是金屬的 所以 在用的時候 我覺得 重心還是靠在 刀刃的前端 以免你 以免你 力量都施力在 滾輪上喔 那 是不是磨到了 你的滾輪 那這個呢 它就比較沒有辦法 處理到第二刃角的部分 我以前都是用土手磨啊 但能這樣磨 也覺得是 一個很妙的一個樂趣 那我們來 就近看看 看一下它磨的 現在我們來 調這個報道 磨好了 來試一下 OK喔 即使是 你要跳彩帶舞 也是沒有問題 好 這光澤真的是 很漂亮啊 閃亮亮 閃亮亮 這是三毛橘喔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找的面 相當的光滑 平整 那看一下這個品牌 好 磨得好 基本上 我覺得不管什麼 找刀都很好用 我們還是不是 我們還是要進去 那裡 我還是要進去 超級別的 有趣 做什麼 所以 我們還是要進去 那裡 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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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